主料,烟鱼一条,辅量,植物油二勺,黄酒一勺,生抽三勺,细砂糖一点五勺,将丝,红葱段,准备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用菜人数,一到两人,将切成细丝。 红葱切成长段,煸鱼去连丝复洗净,用黄酒在鱼身上均匀涂抹腌制十分钟,事先把海贴金牌生抽,三大匙细砂糖一茶匙放入碗面调配好,锅内放入油,冷油把加色略爆香,不用爆去焦黄,干身,只要略爆就可以了,把香葱段投入,翻炒三两下,马上熄火,让预热继续爆约一分钟,倒入调好的生抽中, 酱汁混合即可,把香葱段投入,翻炒三两下,马上熄火,让预热继续爆约一分钟,倒入调好的生抽,酱汁混合即可,烹饪技巧,如何巧斥鱼心脉,一,将鱼去连头或平静后,放入粉状到一些黄酒,就能除去鱼的心脉,也能使鱼滋味,二,鲜鱼抛开洗净,在牛奶中泡一会儿就可除心,又能增加心脉,三, 吃过鱼后,口里有味食,想让三五片茶叶,立刻口气清新,如何看鱼是否新鲜,蒸出来的鱼,眼睛,如果是突出来的就表示很新鲜,如果是咬进去的就表示很不新鲜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